兔子姐姐口渴了怎么办 哦 好热呀 好想喝点水呀 到底哪里有水呢 兔子姐姐 你要去哪里呀 好热 好渴呀 我想找点水喝 你知道哪里有水吗 哦 我刚刚从小河边过来 那里的河水都被晒干了 哦 那可怎么办呢 你还是去其他地方找找吧 兔子姐姐遇到了大老虎 哎 兔子姐姐 你这是要去哪啊 天气好热 我想要喝水 你知道哪里有水喝吗 当然知道 水就在我的肚子里 你快点进去看看吧 不用了 谢谢 你别跑了 终于甩掉了 兔子姐姐遇到了小乌鸦 兔子姐姐你好 小乌鸦你好 你知道哪里有水喝吗 好渴呀 我发现了一个瓶子 里面有水 真的吗 跟我来吧 哇 好大的水瓶啊 可是兔子姐姐怎么跳也够不着瓶口 我太矮了 我喝不到里面的水 啊 我想到了个好办法 哦 乌鸦先来了一颗小石子 丢进了瓶子里 哦 我知道了 石头掉进去 水位会上升 看我的 超级弹弓 小石子准备 哇 小石头被弹进了瓶子里 水都满出来了 太猛了 这下兔子姐姐和小乌鸦 就能喝到水了 遇到困难 动动脑筋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请看下一集 by bwd6